多种族背景的优势 而早前与奥巴马针锋相对的希拉里似乎在调整策略 说她与奥巴马都在缔造历史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侯赛尼星期天指出 法国在海湾地区建立军事基地无助于区内的和平稳定 侯赛尼表示伊朗反对外国在区内增加军力的做法 因为这不单无助区内的和平稳定 反而会加剧区内的不稳定 法国一月与阿联酋签署协议 将建立法国在海湾地区内的首个永久性海军基地 未来会有400到500名士兵进驻 法国国防部上周更表示 法国阿联酋以及卡塔尔将会在本月稍后 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 在法国近一周来多加收容 带遣返外国人的羁押收容所 发生了被关押的外国人 与法国执法机关警察的冲突事件 那么这也再次引发了 法国社会对在法生活的 无合法身份外国人生活状况的担忧 星期六 一个数万人参加的要求 对无证者身份全面合法化的游行 在巴黎举行 周六下午一场由多个法国左派政党 非政府组织号召的 支持无证者身份合法化大游行 在巴黎18区举行 数万人组成的多支游行队伍 在巴黎北部的美利城汇集 游行的组织者提出 要求法国政府对无合法身份的外国人 进行全面身份合法化 而法国政府每年的驱逐出境 指标人数也成为了被抨击的重点 在游行队伍中 有很多华裔无证人士的身影 负责华裔无证人士召集的 非政府组织成员 认为近年来 身份不合法的华裔人士参与游行 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是在行为上融入法国社会的表现 游行事务还是为了 他们自己或者是为他们亲人朋友 越来越多年轻人 他们都是很希望 都是来做自愿者 这很少见在那个九七年之前 因为从前一来到这里的话 都是做工为止 中文组络号 邱子绝 法国巴黎报道 继续带您关注斯里兰卡 庆祝独立日六十周年前夕 首都克伦坡 星期天发生了两起爆炸袭击 一名女性自杀式袭击者 在火车站